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谁呀 我爹可是单传 哪来一个二姑舅啊 还弟弟 让我看看这三姑舅是哪路毛绳呢 这不牛的管家吗 咱们跑这儿来装神弄鬼的 王夫人 我有个天大的秘密要告诉你 你能有什么秘密 你过来过来 我跟你说 你过来 快点说 我跟你说是这样 快说 这秘密是赵依迪大 我跟你说呀 你不听了是吧 好 赵依迪生男生女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好 我真是闲臣萝卜蛋操心的我 牛大掌柜 怎么跟个孩子似的 你刚才说什么来着 我愿意听 又想听了 想听 赵依迪肚子里怀的不一定是男孩啊 你听谁说的 听谁说的 教父先生说的 赵依迪 你可太有心眼了 为了救你们娘家 冒充怀男孩 这事是骗我们全家这是 说的没错 等你把孩子伤出来 不是男孩我看你怎么舒畅 夫人 干吗呀 我这没泄沫你就要杀驴啊 没念完经就要打和尚 是不是 我要不冲我女儿在你们府上 当小丫鬟 行 我别说了 今后你还别想听到事了 喂 喂夫人 怎么着啊你啊 蹬鼻子上脸还嫌少啊 这不是钱的事啊 我还知道个事 据我所知啊 赵依迪肚子里所怀男孩指示 指示我呢 不知深浅的女儿米莉 和作堂大夫所为 赵依迪根本不知此事啊 若想把此事变成赵依迪亲自受益的话 哎 哎 事情办得满意 钱没问题 我最大的愿望呢就是 有朝一日到您府上 安前马后为您效劳 我像太监一样伺候您 行不 嗯 我可受用不起 就这样吧 你要是再有消息啊 赶紧过来告诉我 知道吗 哎 好 好处少不了你的 嗯 到你们家是早晚的事儿 点点虫虫会爬 点点鸡鸡会停 点点狗狗会飞 点点羊羊会飞 嘟嘟嘟嘟 嘟嘟嘟 飞流去 飞到外伯无子里 点点虫虫虫会怕 叶叶 叶 叶 些娘 该歇要歇着 千万别累着了啊 哎 这米粒呢 我让她去柜上 帮着侍祥了 柜上太忙 我怕人手不够 你自己可不能大意啊 你看你都到了这个月份了 一定得多吃点鸡鸭鱼肉 春桃 快去给厨房交代 从今天开始起 那要给少夫人单坐 是 夫人 谢谢姨娘 来 一定要扎好了啊 用点心啊 好 你放心吧 这瓶黄酒可是要 飘洋过海去南洋的 好 大家精心点啊 好 精心点啊 布好了 忽严实了 把它给奉好喽 老爷 你来干什么 你过来 你刚才哼什么哼啊 我哼的是啊 今天太阳打西边出来了 你从来没有对儿媳妇 这么好啊 你少在这儿冷嘲热讽的啊 你儿媳妇肚子里 不是怀着咱们的长子长孙的吗 再说了 你不是老说 这个家和万事兴吗 我这儿还做得不对了 那你跟我说说 怎么做不才对啊 这么做就对了 你不是老说 你不是老说 我这儿还做得不对了 太对了 夫人 等着咱们这个大孙子一出生 我从省里 把当空的小声给你亲来 咱们连唱七天七夜的连排本戏 让你过足了戏呢 没准啊 你还能漂亮吗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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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就说说吧 你瞅瞅 你瞅瞅 这忙成什么样了 这现在的事多要紧哪 哪有空啊 好饭 不怕满 等到咱们永祥结婚的时候 你多请点人 好好热闹热闹耍耍 不用请小生 请花脸 你总告诉我一碗数观评 你这心里只有永祥 那世祥不是你的儿子 我哪敢说不是啊 咱儿媳妇肚子里怀的 不管是男孩还是女孩 那生出来不都得叫我奶奶吗 男孩女孩 什么意思 我这跟你说了半天了 你倒是坑一声 你别敬酒不吃吃法酒 到时候可别怪我不客气 我牛睡是什么人 恐怕你也有耳闻吧 在绍兴城里头 我不敢保证让谁风光体面 要让谁臭名远扬 我还是手到擒来 我让你办的事 你自己颠量颠量 行不行的给个痛快话 如果你不照我说的去做 除非你想试试 我整治人的本事 米莉儿 我总觉得最近姨娘对我太好了 好好的都有些反常 我是不是最近做错什么事了 帮我回忆回忆 我也觉得她最近挺不对劲的 她对你越是好呀 我这心里就越没底 不过你最近大门不出 二门不卖的 没事没事 就是觉得太奇怪了 小姐 你就别胡思乱想了 现在呢 你最重要的就是要好好的养胎 菩萨保佑你 能够生下一个小少爷 什么小少爷啊 没什么 就是 那个男生少爷现在 在日本不知道怎么样了 来来来 慢点慢点慢点啊 小心点 好嘞 这个就是 一笛妹子 不是你就这样了 就别再忙活了 回去休息吧 快点快点 没事 二哥 这可是咱们王家 今年运出的第一传酒 还望传帮兄弟们 多费心啊 一笛说得对啊 这是我们王家 第一次接官府的大单 所以 还乘忙传帮的兄弟们 多关照 客气 客气 我们罗老大说了 一笛妹子的事情 就是我们传帮的事情 所以二位请放心 这批酒 我们一定安全送拿 谢谢了 一笛 下雨了 咱们回吧 走吧 那我回了二哥 好 慢点 小心点 走 咱们上去 爹运去上海的货 也不知道了没有 这前日才起来 哪有这么快到的 我对这批酒啊 还是有点担心 你呀 你就是个操心的命 你现在马上临场了 你要保重好身体 你现在唯一的任务 就是照顾好儿子 别的什么都不行 快回去吧 好吧 那路上你注意安全 送完货就赶紧回来 你放心吧 我还急着见我儿子呢 快回吧 走吧 你这么好的 那你都能让你帮我 你快进五看 你去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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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哪里 你去哪里 你去哪里 我去哪里 你去哪里 王老爷子 绍兴有句古语 做酒 有误酸 胜过做官 好了 你尽快回去抓紧时间 重新准备一批货 这季风马上就要到了 我周家和东南亚签的合同 是不能够耽搁的 如果违约 你是脱不了干系的 莫王回人这辈子 对酒卖酒 今天的事 让周老板 介绍 处长大人辛苦了 一共让您亲自跑一趟 这是我们王家第一次给东军府送酒 还请处长大人多多关照 日后我一定登门拜访 来 抽一个 刀整的没用的 开摊印酒 那是当然 那是当然 来 关家 快开酒坛 让处长大人品业 好 好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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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说开哪坛 这坛 好嘞 快 啥玩意儿 你尝尝啥玩意儿 怎么了这是 报告 说 处长 这酒全是酸的 已经咽了好几坛了 不 不可能啊 这怎么可能呢 奇怪呀 处长大人奇怪呀 这酒酿出来之后 我跟我爹不断地观闻视察 都没问题呀 这 这怎么装了坛之后 就变了味道了 问我呢 你一整这酒 你还好意思问我呀 老师想 拿这种酒糊涂都军 都到啥醉了 处长大人 您开恩呢 我 我现在就回去 一些好酒过来 算是将功不过 站住 你想来就来 你想都就走啊 这啥地儿啊 这是都军府 不是你们仨就试试 给我拿去 是 别 别 我马上让家里人 给我引起好酒过来 处长大人 开恩呢 回去告诉你们掌柜呢 如果再不把好酒运来 就等着给他收尸吧 这 这 这 少爷 大少爷 你等 等着我啊 我回去报信去 小少海子 您跟少东家离开的当天 他就领风前回家了 别拦着我 别拦着我 往前 别拦着我 老爷 老爷 放手 拿着出去 出去出去出去 都出去 快快快出去 怎么回事啊这是 出什么事了 出什么事了 自打县里给订单的那天 开始人家就给咱们 设了一个套 咱们还伸着脑袋 往里钻哪 愚蠢愚蠢 我真是后悔 没听一迪的眷告 先进哪 爹 爹您一心消消气 这事情都已经发生了 咱们赶紧想想解决的办法 光照仅有什么用啊 你明知道有奉献 你为什么不拦着你丈夫 现在出事了 你出来做好人了是吧 我看这事本身就由你引起的 你个扫把星 谁要是招惹了你 谁就没有好下场 姨娘 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呢 我怎么不能这么说话了 我这么说话算轻的 你干吗 趴家给你毁了吧 孙家给你弄崴了吧 现在轮到我们王家了是吧 你可扫把星 谁招惹你谁倒霉 老夫人 您要这么说的话 可就坏了良心了 当初我们家小姐 可是提醒你们 说这事要谨慎 别做那么大 就差跟你们跪下磕头了 可你们就是不听啊 你个小丫头 这里有你说话的份儿吗 张嘴 张嘴 别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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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儿打死我 张嘴 张嘴 不好了 说呀 出什么事了 世祥 世祥少爷他 被都军府给扣了 为什么扣人 还能为什么呀 就是酒 这恨死人的酒啊 列祖列祖 王家世代积累的这家业 却败在我身上 切东西副壮的这个 很厉害的 反正在恨死你 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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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 雀 你行了 行了 行了 有完没完啊 晃得人心烦 你说 你说这孩子生不下来 我这心里七长八下 志祥又不在家 这万一出点什么事怎么办呢 哪个女人生孩子不经历这个呀 我当年生永祥的时候 最瘦的也不比他少啊 我也没见你这么伤心 老爷 夫人 不好了 少夫人的孩子胎位是倒着个的 我是没有办法接受了 你们找其他人吧 这打扮业的 我上哪儿去给你找人呢 去去去 你先进去 你先看看 万一那孩子胎位再倒过来了呢 好好好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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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天爷啊 我出来做生意 我没算计过别的 你为什么这么折腾我们呢 老爷 夫人 小姐也吵得快不行了 咱们赶快想想办法呀 这大半夜的 我上哪儿给你找人去啊 大半夜得得找啊 不管怎么样得找大夫啊 快快快 找大夫 找大夫 大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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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吗 大夫 大夫 快看 大夫 快看门 大半夜的下海什么呀 没人 你不是人吗 我们家没人等不到明天了 说没人就没人 大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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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干嘛呢 大夫 大夫 快去救我们家小姐 我们家小姐快不行了 这深歌半夜的 大夫早就回家了 你明天再过来吧 什么明天 我们家小姐等不到明天了 快走 快走 小姑娘 你先不要着急 我问你啊 你知道你们家小姐 现在的情况吗 我知道 我们家小姐 马上就要生了 可是产婆受她产胃倒置 但是出血 马上就快不行了 这样吧 你先带我过去看看好吗 你是大夫吗 算是吧 我呢 懂得一些医学常识 到了 到了 快跟我进来 站住 干嘛的 我找她来给小姐接生的 我长这么大 我也没听说过 男人给接生的呀 你知道她什么来路啊 哎 夫人 现在还管什么来路不来路 她只要能给小姐 接生就行了 不可以 她是王家媳妇 死也不能让男人碰的 这人命关天 都什么时候 还计较这个 小姑娘 你们家小姐房间里 是不是有接生婆婆呀 有 你看这样行不行啊 我站在门外向里面喊话 你站在门中间 帮我跟亲生婆婆 两个人相互传递信息 我怎么说 你就让她怎么做 这样好不好 快点 快点吧 不碰她就行 快点 Đi 别别别别别别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就愿意跟着下草心 打赏吧 大夫 我们家小姐想请您进去 当面谢谢您 我快请 请请请 好 开吧 谢谢您的大案大胆 我一定日后一定想报 小姐 你现在很虚弱就不要讲话 小姑娘 你们家小姐失血过多 这两片药啊每天给她吃两片 直到吃完未知 好的 记住了 记住了 那我告辞了 您慢走 小姐 您看看 长得特可爱 小姐 眼睛特别像你 小姐 我 我又闯祸了 你说什么 老爷 你说 这是生的男孩还是女孩呀 那还有问 肯定男孩呀 嗯 老爷说是什么 他就是什么 是男孩还是女孩啊 婆婆 您出去通报一下吧 恭喜老爷 夫人 你们王家西天一千计 你说什么 生的不是男孩是女孩 你是不是看错了 没有没有 老爷 我看的是千真万确的 是女孩啊 不会错的 走走走走走 打手 打手 打手走人 骗子 骗子呀 米丽儿 出来 你给我出来 出来 你 老爷夫人 你看 小姐怀男孩儿的事 是我自作聪明 耍的小把戏 小姐压根儿都不知道 是我护主新妾 才穿东大夫撒得谎 你们要惩罚 就惩罚我吧 不是总说你们赵家 有心慈人厚中 小夕一直大得吗 怎么一下子 就变成欺望父母 包藏火心的小人了 我真是长了大见识了 瞎话大王 骗子 骗子 我王怀仁这辈子 最恨的就是骗子 可是骗子都让我给遇上了 我不是恨他赵一帝 生的是女孩 我是恨他为了他娘家 处心积虑地蒙骗我 把我当猴耍啊 都是我一个人的事 要杀要管 我都承担 求老爷夫人 不要责怪小姐了 小姐为了给王家传宗接代 已经耗尽了元气 如果你们再惩罚他的话 他就没命了 你这个丫鬟 倒是挺愿意替你竹子说话的 我告诉你 你也脱不了干系 他赵一帝明明知道 自己怀的是女孩 却假称自己怀的是男孩 他的目的就是为了 从王家弄钱 去让他们娘家东山再起 不是 不是 不是这样的 这都是我的主意 小姐她根本就不知道 闭嘴 都到什么时候 你还替她撒谎 你这个奴才 倒真是忠心刚刚啊 好啊 来人 去把那个浩脉的先生给我找来 我要当面对质 看看你们主仆二人 你们这戏怎么给我演下去 我这是 我这是糟蹋 哪一辈子的孽呀 你这个欺上门下的奴才 你等着 你等着我怎么惩罚你 来人 把他给我捆了 我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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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我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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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夫人 让你个夫人 你只要能说实话 这些所有的事 都是那个赵一嫡指使你的 我立刻放了你 我说实话 我说 这些事都是我干的 小姐她都不知道 就不说实话对吗 那就给我接着打 住手 不许再打她 厉害呀 春桃 在 去 把她那孩子给我抱过来 让我瞧瞧 这到底生的是男孩啊 还是女孩啊 是 站住 看谁敢动我的孩子 姨娘 男孩女孩都是王家的骨血 没生男孩就有罪了吗 你们凭什么这样毒打我的丫鬟 还有没有王法了 像她这样 目无尊者 欺上埋下的贱人 打死了也活该 不懂你说的是什么 你不懂我说的是什么 恐怕你是 揣着明白装糊涂吧 你们串通起来撒谎 说你肚子里怀的是我们王家的长子长孙 说你肚子里怀的是我们王家的长子长孙 你这如意小算盘 打得真是滴水不漏啊 老天有意 就没能让你的阴谋得逞了 我从没说过我怀的是男孩 你们有买通过什么大夫 跟我说实话 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 我跟你在王家老被人欺负 我就耍了一个小把戏 还嫌埋通大夫 让他撒谎 说你怀的是个男孩 夫人 真的都是我的主意 小雪她一点都不知道 我听明白了 姨娘你想要什么样的结果 直接说吧 我想要什么结果 我想让全少星人都知道 你赵姨嫡是个什么货色 满嘴瞎话 姨娘说我满嘴瞎话 姨嫡斗胆问一句 我什么时候买通过他人 凡事得讲一个证据 夫人 大夫给您请来吧 大夫来了 证据到了 大夫来了 大夫 快快快 大夫 快告诉我们家夫人 说那天 是不是我去找的你 给你钱让你撒谎 说我们家小姐 怀的是男孩的 你说实话就行 我求求你了 你说实话就行 你家小姐 不是要证据吗 好啊 我给你证据 我就想知道 她怎么跟我解释 大夫 你把那天说的话 今天再说一遍吧 好的 夫人 那天少夫人到我药铺来 让我耗卖 询问怀的是男孩还是女孩 我说耗卖看不出来 她就给了我几个大羊 让我在夫人和老爷面前说是男孩 哎 这就是少夫人给的 你说什么 大夫 你怎么能睁着眼睛说瞎话呢 去找你的明明是我 给你钱的也是我 我几时去过你的药铺 我又何时跟你说过这番话 我跟你无冤无仇 你为什么要害我 大夫 夫人 该说的我都说了 该留下的也留下了 倘若没有什么事 我先走了 大夫 你把话说清楚了再走 大夫 嚷嚷也没有用了 现在这人证物证都聚在了 你们还说你们没撒谎 那 那就是刚走的大夫撒谎了 明热 怎么了 这是怎么了这是 那是不是老妖婆子干的 哎 那个老妖婆子 老妖婆子 咱们之前商量好的 你都忘了 你是什么东西啊 我跟你商量什么呀 我让你别难为我家米粒 你为何把她打成这样 主人该死 这奴才就更该死 奴才 我在赵家干了那么多年 从来就没听说过奴才这俩字 怎么 我女儿到你们家就成奴才了啊 赵家好 带你闺女去赵家呀 你有其父必有其女 你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给我轰出去 我说你 牛管家 走吧 别找不自在了 好 老妖婆子 算你狠 你可给我听好了 走吧 我女儿要有个三长两短的 我让你这辈子都过不踏实 哎呀 赶紧滚 咱们走着瞧 走走走走 管家 你回来 夫人 您有什么吩咐 你去趟上海 通知永祥少爷 老爷现在患病 是祥少爷也被抓了 需要他回到王家来主持大局 另外 去一趟赵家 是 恭喜一下赵老爷子 就说他的亲生宝贝女儿 给他生了一个 大胖外孙子 这 这不是 这 就这么说 行了 一边抢 喝酒 好嘞 喝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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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饮 你怎么这么慢呢 我等你多时了 一参饮 我去王家打探消息去了 赵一迪到处宣扬他怀的是男孩 结果 叭唧 生了个女娃 正在被整治呢 哎 真是苍天有眼哪 王家这回可是老牛掉在深井里 有多那劲都使不上了 你说赵一迪生了个丫头 千真万确 现在 现如今王家正乱着呢 有事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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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自己行吗 这得赶紧抽钱去救世祥啊 花多少钱也得把它从杜金府里捞出来 另外 上海周万全 那那酒也得抓紧时间想办法 娘酒 恐怕来不及了 那倾家当成也得陪人家的损失 不能失心于人哪 哎 行了 你先养好病 这你的病好了才能救儿子啊 我已经让管家去上海找永祥了 有他干什么那不是添乱吗 那他不也是王家的儿子吗 你儿子不就这个时候用的 那你就让他去上海 周家 还要去杭州 大听大听情况 好 等我这病好了 我去了解 这两件事 好 这孩子怎么哭得这么厉害啊 是怎么带的孩子啊 这本来这么多事就够烦心的 又正赶上这么一个日夜哭丧的孩子 这赵一迪 身为女人连个孩子的都奶不好 明明啊 我就是不下来怎么办呢 我想起来了 你还记得我跟你说过吗 我小时候生下来没三天 我娘就走了 我爹当时为了养活我 抱着我满大街找奶孩子的 见着有奶孩子就给人磕头 找奶味 我是靠借别人的奶养活大的 可这深更半夜的 我就是想磕头也没地磕去啊 这到哪儿去找奶啊 厨子的媳妇张妈 不是刚生完小孩吗 我去找她问问 看看能不能帮上忙 等等 姨娘对我恨之入骨 你还要是连累了人家 再砸了饭碗怎么办啊 再说了 你这身上还有伤 我没事 你不用担心 我会小心的 我会小心的 我家小姐生完孩子 到现在一滴奶都没有 我都快丑死了 这孩子没奶吃啊 当妈的罪究心了 不过这回你算是来对了 你张大哥这几天 天天给我做黄酒炖蛋 喝得我这奶水啊 别提多忘了 憋都憋不住我 真的啊 孩子他爹 这锅炖好了 先给大少奶奶端过去 好嘞 谢谢 明玲啊 这黄酒炖蛋可以给你 但是你可得替我们保密啊 这事儿要是让老夫人知道了 我们的饭碗可就砸了 放心吧张哥 你别看老夫人她现在厉害 这王家的长子 毕竟是大少爷 虽然现在落难了 但出来以后啊 她仍然是王家的顶梁柱 老冬家百年之后 这继承家业的肯定是大少爷 那管家的自然而然 就是我们家大小姐了 滴水之人必当涌泉相报 二位的恩情啊 我家大少爷跟他们 大小姐肯定会铭记在心的 张姐 这俗话说 救人 救到底 送佛送上天 我们家小姐的孩子生下来 到现在一口奶都没有喝过 没日没夜的哭 可怜死了 你看看 救您那富裕的奶水 可不可以 这当妈的最不能听到自己的孩子哭了 大少奶奶平常待人宽厚 从来都不把我们当下人看 这样 一会儿啊 我把我的奶水挤一些 你带过去啊 给孩子喝 小姐 快点快点 我找着吃的了 什么呀 把孩子给我 这是什么呀 这个是黄酒炖蛋 张妈说了 你喝了这个 马上就能下奶 赶紧喝了吧 这奶呢 也是张妈的 张妈说 你一天不下奶 这事她就管了 一会儿喝完了 我再去找她要去 咱们宝贝就饿不着了 赶紧趁热喝呀 一会儿没笑过 想知道 我给她起的什么名字吗 什么名字啊 米红 米红 这怎么听起来 像我的女儿啊 我就是想让她长大以后 千万不要忘记 疼她 爱她的米粒小姨 小姐 这事都是因为我 才会变成这样 我本来是想 让你在王家活得有尊严 可是 米粒儿 我不怪你 我知道你做的一切 都是为我好 记住 从今往后 任何苦难 都割舍不开咱们姐妹之间的情谊 都割舍不开咱们姐妹之间的情谊